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像一下 如果香港有四分一的人口 即一百八十多万是老鼠的话 你猜我们的生活会变成如何呢 对比起美国的纽约人 我们的忍耐力实在致毁不遇 因为根据2014年 即9年前的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 但纽约市就有大约200万只老鼠 相当于纽约市四分一的居住人口 最近几年再没有更新的估计 相信数目只会有增无减 在一个与200万只老鼠共存的环境 纽约人已经成为了习惯 他们甚至放弃治疗到一个地步 就是看老鼠变成一种娱乐 近日纽约兴起了一种观鼠旅游 就是带游客去看老鼠 纽约《邮报》早前报道 有一间叫做Vill New York Tourist的旅游公司 在制定行程的时候 特别加插了哥伦布公园观鼠的行程 让游客可以体验一下 当地盛项盛市的老鼠 旅行社老板形容 老鼠就是纽约市的新星 他们专门设计了深夜观鼠的活动 主要去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 和皇后区的法拉城等等老鼠的占领地 让游客可以与大群老鼠近距来接触 老鼠横行 纽约政府曾经上方设法去灭鼠 几个月前 市政府用了17万美元 大概是133万港元左右的超高年身 请了个外号灭鼠沙皇的专家 来做灭鼠官 但一人难敌200万的老鼠大军 纽约的鼠患始终没有压子的趋势 因为政府实在无力灭鼠 所以大家唯有把老鼠视作米旗 找它们可爱可用的地方 搞些官鼠旅行团既自招又自愚 面对无能的管治者 纽约市民唯有用这种 阿Q精神来面对疫境 否则天天对着 总有一只在左近的老鼠 不瘫才怪